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加拿大中文电视台 TBCM每日财经频道 我是主播Melody 下面请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 今日全球财经市场的最新药文 首先把目光关注到苹果公司 苹果新一季的春季发布会来袭 或将揭晓iPad Pro更新 以及新品AeroTek 美国东部时间周二下午1点钟 苹果将会举行名为Spring Loaded的 今年首场发布会 苹果可能会发布新的iPad 以及一款名为AeroTek的产品 这是一种蓝牙设备 可以连接到物品上 以便与苹果的FlightMine 应用程序集成并跟踪他们 盘前苹果公司跌0.06% 再来看到强生公司 强生上调全年的业绩指引 新冠肺炎疫苗的销售额为1亿美元 强生第一季度销售额为223.2亿美元 同比增长7.9% 超过市场预期的219.8亿美元 原因是制药部门的销售额增长了6.9% 医疗器械业务增长了10.9% 其中新冠肺炎疫苗的销售额为1亿美元 调整后美股的收益为2.59美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了12.6% 强生还宣布将季度的股息 从美股的1.01美元提高到1.06美元 此外强生将2021年的全年调整后 经营的销售额增速指引上调至9.3% 并将调整后经营每股收益增长中 增速的中值上调至16.8% 此前在1月26日给出的预测中 强生预计经营的销售额增速为8.8% 调整后的经营每股收益增速为16.4% 盘前强生跌了0.43% 接着是奈飞公司的消息 奈飞将在盘后公布财报 预计新增600万的订户 奈飞第一季度的财报 北半球寒冷的冬季天气和公共卫生危机相关的封锁措施 都有助于奈飞的订户增长 但投资者还需要密切关注其指引 季节性和公共卫生危机的通风因素 可能在未来6个月逐渐的消退 财务数据方面 分析师预计 由于价格的上涨和订户数的增加 奈飞美股的收益将增长近一倍至2.97美元 营收预计将从一年前的57.7亿美元增至71.4亿美元 在台湾方面 富士康恰谈收购一家台湾的芯片厂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富士康科技集团 用名洪海科技集团表示 正在讨论从一家台湾的半导体公司手中 收购一个芯片制造厂 富士康的董事长刘洋伟周二表示 这家全球最大的iPhone组装商 由于从旺宏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手中 收购一家制造商 旺宏电子是一家生产用于通信 汽车和计算设备的内芯片的领先供应商 刘洋伟说 他的团队正在就一项潜在的交易 具体条款进行谈判 该工厂专门生产 直径为6英寸的晶圆上的芯片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花旗调整亚太的战略重心 将撤出消费者银行业务 花旗亚太区首席执行官Peter表示 花旗打算在香港和新加坡 招聘1100名的私人银行顾问和客户关系经理 以及1200名的技术和运营人员 并计划到2025年使得亚洲的客户资产管理规模 升至4500亿的美元 招聘是这一计划的步骤之一 花旗集团将撤出亚洲大部分的消费者银行业务 同时计划在更有利可图的业务领域 扩大其规模 为亚洲的地区越来越多的高净值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提供服务 花旗目前为亚洲高净值人群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3000亿的美元 4500亿美元意味着在此基础上要增加50% 实现新目标并不容易 与2015年的2550亿美元相比 花旗在这项业务的规模仅增长了18% 最后看到股市方面 美国股市周一下跌 受科技股和零售股等各类股权限下跌拖累 纳斯达克指数跌幅1% 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跌幅0.4% 从上周五创纪录的收盘点位回落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点新闻部分 女子车展公开抗议 特斯拉在华面临新挑战 在周一的上海车展上 有一名女抗议者爬上了一辆特斯拉Model 3轿车的车顶 她穿着一件印有刹车失灵和隐形杀手字样的T恤 大声地指责特斯拉的刹车有问题 围观者后来上传的视频显示 这名女子被安保人员拖走 此前安保人员曾试图打开雨伞来遮挡这名女子 不让围观者看到 特斯拉的展台公开抗议事件在中国实属罕见 官方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 此事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迅速的被传播 短短几小时之内 在中国的微博平台 这一事件的标签浏览量就超过了1.5亿次 评论特斯拉的展台如何成为了维权现场 抗议者对特斯拉电动汽车的安全性提出了异议 触动了中国的敏感神经 导致对特斯拉的抱怨潮在中国互联网上迅速的蔓延 使人们再次聚焦于这个对特斯拉至关重要市场上 据称存在的产品质量问题 最后看到华尔街日报的消息 狗狗币暴涨 一个玩笑开出了500亿的美元市值 最初被当作玩笑创造的加密货币狗狗币 周一震撼了华尔街 币值暴涨推升年内的回报率超过8100% 相当于1988年以来 标普500指数包括股息在内的回报率的两倍还多 狗狗币从当初筐蛋的磨英币 成为当今一种广泛交易的资产 市值充至500亿的美元左右 甚至超过了万豪国际集团 或福特汽车公司 狗狗币的窜宏是散户投资者掀起的又一场造福行动 这些投资者行动迅速 在过去一年之中 他们利用了进入零佣金交易平台和大规模的政府刺激资金来影响市场 狗狗币的飙升与今年早些时候 GME令人大跌眼镜的疯涨行情不出一撤 当时聚集在Reddit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投资者 合力将一家已经过气的商场零售商 打造成了一支热门股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是否有买入狗狗币 以上就是本期加拿大中文电视台 TVCN每日财经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主播Melody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订阅我们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不要错过最新的财经讯息和热门话题 我们下期见